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波浪理論除了可以預測短期轉角市之外 到中、長期 或者甚至最長期的大市走勢 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波浪理論中最基本的概念 是指市場走勢的變動 是不斷以5個上升浪和3個下跌浪的模式進行 上升浪就屬於推進浪 而下跌浪就是調整浪 波浪理論將上升的週期分為1、2、3、4、5、5組浪 對應升、跌、升、跌、升的穩率 當中以第三浪最具爆發力 升幅強勁 而且持續的時間最長 顯示投資者的信心恢復 紛紛入市 成交大增 但當走勢去到第五浪 市場情緒到最高點 由牛轉紅就為時不遠 下跌週期分為A、B、C、三組浪 對應跌、升、跌的穩率 當中B浪的反彈 經常被不以為是升市的重新啟動 令不少投資者慘躁套路 而C浪就是跌幅最強的下跌浪 需要等待終極一跌的出現 才有望由紅轉偶 使用波浪理論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數對的浪 即是判斷現在價格是哪一個浪 所以以下幾個規則一定要謹記 首先第三浪不可以是最短的一浪 然後第二浪不可以低過第一浪的起點 之後第四浪的低點不可以低過第一浪的高點 最後第三浪一定要高過第一浪 以上只要有一條是不符合 五浪上升就不成立了